《坑爹》是时下流行的网络语,指的就是出卖陷害了某人的意思,这个爹字倒不一定是指亲爹,只不过今天我们要盘点的这七个人就真的是坑害了他们亲爹的。 第七名,赵阔,赵舍的儿子,长平之战时赵孝成王不顾反对挤用赵阔,结果他大败于白起,赵军四十万降兵尽数被坑上。 第六名,刘善,刘备的儿子,诸葛亮去世后刘善毫无治国之能,反而重用宦官最终将蜀汉拱手让验了曹威。 第五名,马朝,马朝起兵时曹操已经将他家人软禁起来了,但他执意反曹,曹操才杀了他全家。 第四名,房依爱,房玄灵的儿子,谈高宗时房依爱谋反不成反被刺死,将他父亲一代贤相的名声毁于一旦。 第三名,迪景辉,迪仁杰之子,迪仁杰做魏州刺史时,因政绩卓越,百姓自发为他建立生子,但迪景辉做魏州刺史时,却贪污暴虐,逼得百姓把迪仁杰的生子都毁了。 第二名,徐杰之子,作为严松倒台后明朝的内阁首富,徐杰一直被称为贤相,但他的两个儿子却横行相礼,与着百姓,搞得徐杰晚节不保。 第一名,袁克定,想当太子的袁克定竭力鼓吹袁世凯称帝,才害得袁世凯众叛心理,在一片骂声中去世。 2011年3月24日,河南省一个普通的农村老人卢文焕因病去世,他去世时没有给子女留下任何遗产,只留下了一张60年前的奖状, 但这张奖状的出现却揭开了一个埋藏多年的秘密,甚至惊动了当地政府。 他是谁?这张奖状到底有何来临? 感兴趣的朋友可关注探秘历史,回复奖状即可观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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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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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